国际APP 总理的杂哈尔勤科 是已经对外宣称 要募兵组织 扩边达到10万人左右 但另外一方面 乌克兰政府也宣布 要大规模的扩军计划 准备在2015年间 将军队是扩增到20万人 使得双方的冲突 是一触即发 这整起的事件 会如何的发展 因为我们共同关注的是 政大俄罗斯研究所的教授 王定士老师 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好 老师我们来看一下 这整起事件 似乎是因为 这个1月31号 这个就前几天的 这个和谈失败之后呢 乌克兰政府军 跟这个亲俄叛军 才重燃起了这一次的战火 那参与这个调停的 这个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他们是表示 就是说这个亲俄的叛军 根本无意和谈 本人是要求要修改 去年9月签署的和平计划 使得这个双方的谈判 最后破裂了 老师你怎么看待 这一次的谈判 是不是这个 就是真正的原因呢 我想这个破裂主要是因为 那理由当然是说对方不先停火 是是是 但是实际上 是他们一定要把那个战略据点 要保下来 现在那个战略据点 暂时 暂时是控制在政府军的手里 是 所以这一次的就是冲突 的爆发点 就是因为这个战略地点 他们双方没有谈容 是不是 谁都互不相让就是 对对 互不相让 那当然了 更后面的这个 主要原因当然是 整个的是一种地缘政治 就是一个国际的地缘政治 国际的这个战略的竞争 西方与东 欧洲与俄罗斯 美欧与俄罗斯 这样的战略地缘政治的 的一种 的抢夺 是 不如老师 我们如果把这个缩小好了 你刚刚提到那个小镇 它的战略位置是 有这么重要吗 一定就是双方 一定要站到那个位置吗 因为这个镇 这个镇叫做 德巴尔切夫 是 这个是在 敦内斯克 敦内斯克的东北方 70公里的地方 是 那么它主要 它是连接 路干斯克城 跟这个 德德斯克城 的这个 铁路的交汇口 就是连接这两个城市 这个铁路交汇口 谁 夺到这个地方 对未来的争夺 会有 压倒性的 这个优势 所以 双方都不能够让 OK 所以这个 看起来好像双方都没有 都没有停火的意思 都实际上 争取到有利的地理位置 对 来进行下一个步骤 布老师我们看到 就是说从俄罗斯 去年并吞了克里米亚之后 应该是从去年的4月 爆发了这整起冲突 已经造成大概有5000多人死亡了 那这个面对这个近期的冲突 已经升温 乌克兰政府呢 还是一再的呼吁 希望可以展开新一轮的和平谈判 您认为有可能吗 现在还有可能吗 我想 还是双方不会让步 那么就 当然是 德国希望说 只能够用 用经济的制裁 可是美国方面 已经有松口 要对基辅当局 要给予比较精密的武器 有杀伤性的武器 媒体说是致命性的武器 您认为这样子 还谈得下去吗 我想 还是谈谈答答 谈应该只是作为一个缓兵之计 我想双方不会真正让步 因为那个判军 判军那边 背后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应该不会让步 最重要的是俄罗斯不会让步 那么他们又是 这边判军这边又是以俄罗斯人 为主导 所以他们是亲俄的势力 所以是亲俄罗斯的 认为俄罗斯会给他们好处 会给他们保障 那么就基辅这边 它本来就有相当的独立性 而且非常的亲西方 它的文化 比较是欧洲的文化 特别西部这边 大西部这边 是比较倾向欧洲的文化 所以基辅这边也想独立 那么欧洲这边 欧盟这边 因为这个涉及到整个欧洲的安全 如果俄罗斯又卷土重来 俄罗斯的势力又到了乌克兰了 那么又回到冷战时期的那种威胁 所以我想欧洲也不会让步 欧洲不会让步 那美国更不会让步 所以现在的情势是这样 这个情势 因为已经是整个架构的问题了 等于我们讲的就是架构 结构性的问题 就地人的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 要真正的让步是比较困难 应该只是技术性的让步 也就是说宣传上的让步 在宣传上取得国际的谅解 但是真正的让步是很困难的 老师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从去年到现在为止 但这个时间已经越拖越久 那对乌克兰政府当然越来越不利 因为它财政的状况 实际上应该是持续的一直在恶化 但是我们现在看 有几个人的态度开始慢慢有些改变 刚刚譬如说您提到美国 他觉得看样子不行了 我用这个经营制裁的方式 虽然好像看起来有点效 对俄罗斯有点发生效果 但是好像这样持续下去 对他们来讲也好像撑不住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一旦真的美国态度改变 真的要给了武器 加码了武器之后 您认为这个整个局势会有改变吗 我真的会 因为美国一直在让 美国所谓的让就是说 其实他是要在国际上取得一个支持的态度 至少国际上不要反对他 包括欧盟就是美国的盟友本身 他们都不太愿意主张用军事行动 所以美国是很表情的 那么可是普京就是俄罗斯这边 他又得寸进尺 所以反而是逼着美国有一些借口 可以真正把这个杀伤性的 致命性的武器来给拘抚 那么就是乌克兰政府当局 只要有真正的比较致命性的武器 有杀伤性的就是一些设备 都是最精密的可以破解俄罗斯的优势 那么应该是对俄罗斯会形成一种很大的压力 也就是让俄罗斯付出很大的代价 是 可是这个进去之后 您会认为相对的俄罗斯不会加码吗 应该也会加码吧 就是冲突会不会越来越高 这个可能性之一 因为俄罗斯我刚刚讲的地缘政治 就整个国家的战略跟地缘政治这个地位来讲 他不可以让 那么就还有个人的因素 就是政治人物个人的因素 也就是普京总统普京 神一般的地位不可以被侵犯 他不能让步 他让步就等于下台了 而且现在他经济又不太好 如果没有用这种民族主义 因为打这种仗去抢励土地 就是民族主义 鼓舞士气 鼓舞他的民族主义 这个人类都有这种民族主义 只要适当的煽动 适当的把它点燃 他就会变成英雄 也就是说他已经到这个地步 他就退一步 就无始所 就他政治地位来讲 是这样子 无路可退了 至少是很困难 是 普京等于是已经很难下台 本来美国跟欧洲 也是要让他有下台阶 但他没有及早下台阶 所以现在更困难 所以俄国的整个经济如果持续恶化的话 您认为他还是会这样干就是了 其实我刚讲的是普京总统本人几乎很难让 所以我想欧洲跟美国这边 应该就是要把他逼 把这个人逼掉 因为他们不会说有意要去占领俄罗斯 基本上也不可能 俄罗斯内部不会有一些纷争吗 就是说要逼他让俄罗斯内部有纷争 就是只要普京总统下台 换一个比较温和的 比较能够相处的 能够谈的领导阶层 这应该是欧美的战略设计 所以北约的武力应该只是做后盾而已 但是美国一直到最近为止 还是希望能够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花钱 这个是欧巴马政府一贯的立场 对 不要打仗 再拉下去 明年就要总统选举 是不是能够拖这么久 如果再下去就是总统选举 总统选举 美国就总统选举了 那一定是会双方都是以这个为议题 所以会重演当年雷根上台的这个情况 一样 共和党范围一定会强调就是像雷根的这个实力主义实力政策 就是有实力就有一切 没有实力什么都没有 也就是说共和党上一次的其中选举不是赢了吗 赢了 这个就会使欧巴马要稍微调整政策 那么如果欧巴马现在没有扳回一层的话 那就是给共和党一个很好的机会上台的机会 下一次选举的议题就会变成这个为主軸了 所以他现在在外交上面一定要有一些攻击 除了古巴之外 希望在俄罗斯上面也可以取得一些成绩出来 否则2016民主党的选举恐怕会相当的辛苦 古老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其实美国的态度似乎更强硬一点 然后也态度有些改变 但是欧盟这边恐怕像梅克尔还是主张以经济制裁为主 他们甚至已经延长了半年的经济制裁时间 但是就是说这个方面这些国家的态度如果不一样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整个乌克兰的这个局势的发展 基本上当然会影响 但是我要解释 德国方面是不得不然 因为德国跟美国不一样 美国那边很远 他如果说那个机幅输了 乌克兰被俄罗斯拿去 威胁到的是美国的霸权而已 全球的霸权而已 但是对欧盟来讲 对欧洲来讲 不只是他不是所谓的霸权 而是他的生存 所以欧盟方面照说是应该更在乎才对 但是也正因为正因为在乎 所以他不能用硬的 他不敢轻易启动 对了不敢轻易启战端 就是说他不可以说他会让步 他不可能让步 但是他不敢轻启战端 所以这就变成说这个节奏打了 而且在经济方面 其实普钦的任内 给了欧洲 给法国 给意大利 特别是给德国 很多让利 那这一点 德国得到的是最多 最优厚 所以他也不希望轻易的失去这些优惠 那么最重要的是刚刚讲的 就是说 急定不考虑这些优惠的 俄罗斯的优惠政策 事实上 把那个俄罗斯惹火了 除非你彻底把它消灭掉 否则 这个老大在隔壁 还是要顺势手里 尤其把火会直接烧到欧洲去 要烧到美国去 还要过个太平洋 大西洋之类的 但是老师我们看一下 为了对抗俄罗斯的威胁 北约计划在六个与俄罗斯 相邻的东欧国家 会成立一个北约的综合部队 您认为这样子会不会让俄罗斯 更惹毛了他 你懂我意思吗 一个俄罗 就是说这个乌克兰这个事情 已经让他们就已经 这个非常不高兴了 然后呢 现在要在这个其他地方 来围堵我 这样的包围 俄罗斯恐怕会更火 你没有惹毛他 俄罗斯是得寸进尺 但是现在也已经惹毛了 没有比现在更毛了 所以我想 美国基本上应该还是不会亲自出手 就刚刚你讲的就是他的盟邦 小弟出手就可以了 那么也就是说要让他知道说 俄罗斯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 那么就整个谋略 就整个战略还有打仗是要经济 俄罗斯现在经济在经济制裁之下 还有国际油价狂跌之下 它卢布已经是非常脆弱 所以我想其实欧美这边 目前我的看法是占了很大的优势 那么北约也不会清洗战断 我认为只是把态势摆出来 那么以现在来看 应该美国会真真正正正的 把一些致命性的武器 有一个相当程度 给基辅给他牛刀小事 让俄罗斯知道说 西方是玩真的 不是玩假的 所以这一次看起来 态度真的因为这一次的冲突 会有一些改变 布老师我们来看一下 您认为普廷也不是个简单人物 您看他接下来会怎么样 怎么样来应对这个情形 我同意你说普廷不是简单人物 他很务实 这个很务实 同时也是很投机 务实跟投机也几乎是相当的意思 就以务实跟投机来讲 他能拿的就拿去 骨头都会吞进去 但是拿不到 他也不会完全为了面子 所以就不让步 我认为就务实跟这个投机来讲 他还是有可能 做适度的让步 但如果他不做适度的让步 我认为对他是不利 那以过去来看 他这个危机处理还是有 而且他因为他的务实 真正该让步 我认为他也会让步 只是说现在确实是到一个地步 让他要让步 是很面子很不好看 您认为那个普廷 不只是面子不好看 也可能就让他自己垮掉 让步也会垮 他现在几乎是有困难的 让步也会垮 但是硬撑下去 您认为那个临界点是在哪里 他那个最大的变数的临界点是在哪里 是经济还是这个武力 这个是相关的 因为他现在经济很脆弱 而且他的政权 是建立在他的经济一直算不错 2000年以来 一直到2007为止是很好 2007到2009的金融海啸 他也勉强过关了 那么这一次 比2007年的那一段的金融海啸 应该是更糟糕 因为那一次基本上 欧美并没有在制裁他 这一次是欧美制裁他 而且现在欧美连德国 德国本来是比较 我刚刚我一直在讲很审慎 但是期限经济制裁 德国也是很审慎 那现在只是说 不主张用大的用军事行动 但是那个经济制裁 德国现在是完真的 所以其实单单经济制裁 我认为俄罗斯已经撑不住了 奄奄一袭了 奄奄一袭可以这样讲 所以这个后续呢 老师您认为我们要观察的重点 是在哪里 我认为就是整个 整个国际的这个战略的布局 我认为美国还是不会轻易 轻奇战断 美国的重点是保住欧洲的现状 但是要把整个实力啊 移到那个亚太这个地方来 是 那么在亚太这个地方 我认为就美国来讲啊 美国不会让整个的俄罗斯垮掉 甚至消灭掉 但是呢 他也不希望一个普京 现在的普京的俄罗斯啊 对美国很多国际的战略啊 做很多的扯后腿 是 所以整个来讲 我认为啊 就是说美国会守住欧洲这个地方 也就是要守住欧洲的格局 就是要守住那个基辅 守住乌克兰 是 但是刚刚我一再重复的 不会轻奇战断 战断 但现在来看 应该是会给他比较精密的武器 是 特别像那个侦查啊 还有真正的那个致命性的武器啊 真的会给基辅 好 所以呢 就接下来就看这个普京 要怎么样来接招了 他到底撑得住撑不住啊 以及这个未来会如何的发展呢 其实我们都看到 乌克兰这个危机啊 仍然是一个进行式啊 他对全球的影响跟冲击呢 台湾APP也都会持续的 为各位听众持续的关注啊 那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啊 政大俄罗斯研究所的教授 王定士 王老师来为我们做的深入分析 王老师谢谢 好 谢谢